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被秦远的出轨对象告知真相时 我刚在婆婆的病床前伺候了三天三夜 期间,还要抽空回家给八个月大的孩子喂奶 没有得到老公的心疼和安慰 转头还收到了陌生短信 你老公正陪在我身边 他真体贴,他轻飘飘的两条短信 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我突然想起来,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秦远总说要加班 有好几次,他回到家时 身上都有明显的女性香水味 我以为是他公司里的同事喷了香水 同个空间待得久了,难免沾染 在今天之前,我从未怀疑过他出轨 在手术前,我曾问过秦远,术后有谁照顾 公公不在了,我们的女儿又才八个月大 我一个人,没办法照顾一老一小 秦远那时说得好好的,会请一个护工 可手术当天,护工没有出现 他以工作忙为借口,把一切事情都扔给了我 无奈之下,我只能带着孩子在婆婆的病床前伺候 后来,我妈得知了此事 瞒着我弟弟和弟媳 偷偷请了假来帮我带孩子 对此,秦远也没有一句感谢 反而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我把他妈当亲妈,伺候得妥妥贴贴 可他呢?嘴上说着工作忙 实际上却睡在别的女人身旁 我浑浑噩噩地来到洗手间 想用冷水洗把脸,清醒清醒 一抬头,却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一跳 脸色蜡黄,黑眼圈很重 头发也乱糟糟的 自从生了孩子后 生活的重心都围着孩子转 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打扮自己了 秦远也总说 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 让我把买护肤品的钱省下来 给孩子攒着 可他一边让我省钱 一边又嫌弃我,越来越丑 我低头自嘲地笑了笑 眼泪无声落下 我回了家 我妈看到我如行尸走肉斑 连忙问我,怎么了? 是不是太累了?是很累 但身体上的泪睡一觉就好了 心里的泪,却不知道该怎么疏解 我看了看四周 刚买三年不到的房子 贷款还没有还完 刚出生八个月的孩子 连奶都还没有断 我妈明明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却因为弟弟的经济问题 不得不继续上班工作 而我,在孕晚期辞了职 现在没有一分收入 如果此时我跟秦远提离婚 他就算不想要孩子 也会为了恶心 我为难我 故意跟我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就算最后胜了 中间拉扯的过程 我要如何保证孩子的吃喝 我和孩子又能住到哪里去 我该怎么办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就戴着这顶绿帽子过下去吗 刚才发信息的女人 态度那么嚣张 他真的甘心永远当小三 不会想着上位吗 思绪乱七八糟 心里堵得快要喘不上起来 这时秦远给我打电话了 但他没有关心我 而是气势汹汹地质问 张白露 你死哪里去了 我妈说你不在医院 我太累了 回家睡觉 什么 秦远的音调 因震惊拔得更高 你疯了吗 你把我妈一个 刚做完手术的人 扔在医院里 万一她有什么事 你担得起后果吗 我为什么要担后果 那是她的妈 又不是我的妈 况且 我已经尽心尽力 伺候了三天 这三天里 她除了来看过一眼 有做过其他什么事吗 她在别的女人的床上鬼混 心口又开始细细密密地痛了起来 像是千万根针扎了进去 很疼 很尖锐 我怕自己会当着我妈的面 崩溃大哭 连忙抱着孩子 转身进了房间 半个小时后 秦远回来了 我妈看到她 很是惊讶 因为刚才我说秦远在医院 我才得空回来休息 所以 我妈第一句话就是关心 你俩都回来了 那你妈怎么办 秦远冷笑 这就要问你的好女儿了 我妈一头雾水 秦远哼了声 直接来到卧室 她用力地推开门 门板撞到墙上 发出好大一声响 跟我睡在一起的女儿被吓醒 挖得哭了起来 可秦远却一点都不心疼 在我转身去安抚女儿的时候 她大声骂道 哭哭哭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 跟生你的人一样讨厌 我知道她肯定是厌倦了我 甚至是厌恶我 所以才会出轨 可八个月大的女儿 有什么错 明明是她开门没轻没重 把孩子吓哭了 现在却反过来 骂孩子讨厌 我气得发抖 门外的我妈也听不下去了 快步追过来 轻声斥责她 你吓到安安她才会哭 你怎么能这么说 自己的女儿 秦远黑着脸转向我妈 那眼神吓得我妈后背都紧了紧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上 又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 你老公的手表落在我家了 是让他来取 还是我送去你们家呀 跟之前发信息一样的嚣张语气 带着扑面而来的挑衅 这一刻 为了孩子 想要忍忍的心情突然爆炸 我看着秦远 一字一句地说 离婚吧 秦远愣了一下 但他以为 我突然提离婚 是因为伺候他妈 伺候得太累了 他不会往自己出轨暴露 那方面想 所以他也没有心虚 冷笑道 离婚 你凭什么提离婚 你是自己能赚钱 还是娘家有钱啊 离了婚你就喝西北风 她是那么高高在上 眼神里全是轻蔑 这几句话 不仅看不起我 也看不起我的娘家 我妈气不过 刚想开口反驳她 秦远又道 你弟弟上个月问我借两千块钱 说要交房租 他快三十了 没买房就算了 连房租都交不起 你们家好笑不好笑 这件事 我和我妈都不知道 突然被秦远这么嘲讽 我俩都愣住了 尤其是我妈 在外向来爱面子 被女婿当面抖落出儿子的难堪 她瞬间仗红了脸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秦远瞪着我 还不快去医院 我还要赶回公司上班 她是回去上班吗 是着急去陪那个女人吧 我很想当场跟她撕破脸 可我看看弱小的女儿 又看看窘迫的母亲 我知道 现在还不是跟秦远闹翻的最佳时机 在她厌恶的眼神中 我默默地把女儿交给我妈 露露 我妈轻声喊我 心疼却无力 我笑着安慰道 没事的妈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和阿远 偶尔闹一下矛盾很正常 等下我俩说开就好了 话音落下 我也不等我妈再说些别的什么 急忙拉着秦远从家里出去 电梯里秦远甩开我的手 同时警告我 你要是再敢整什么幺蛾子 别怪我不客气 我低着头不说话 其实心里飞快地盘算着 怎样才能从秦远那里要钱 秦远以为我是不敢再跟她降嘴 满意地勾了勾唇 至于那个女人 肯定是不会主动跟秦远说 她发信息挑衅过我的 毕竟在秦远面前 她还要保持自己温柔善良的那一面 这也正合我意 到了医院后 秦远她妈跟秦远一个德行 对着我妈妈咧咧了好一阵 临床的阿姨听不下去 为我说了几句 秦远她妈这才闭嘴 整个过程中 我表现得很温顺 没有顶嘴一个字 把逆来顺受的小媳妇模样 演绎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的两天 我也依旧如此 只不过偶尔会在微信上 跟秦远说一句 她妈恢复得比较慢 秦远会责怪 我没有把她妈照顾好 我就唯唯诺诺地表示 自己会更尽力 她妈每天也会给秦远打电话 多数都是说我不好 临床的阿姨听得直翻白眼 我连忙对她笑笑 示意她不要再为我说话 要不然秦远她妈转头 只会更加为难我 阿姨叹了口气 可她不知道 我这么做的原因 是为了让秦远和她妈放松警惕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大家都睡下了 我悄悄拿过秦远她妈的手机 给关机了 再然后 我给秦远打电话 用那种天快塌了的语气 急切地说道 阿远 妈突然不行了 要抢救 你快点来呀 秦远那种妈宝男 她妈的命就等同于她的命 一听她妈快不行了 她也急了 怎么回事 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我也不知道 我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就是刚才突然昏迷了 然后医生 护士都过来了 看完说要抢救 但我们之前交的钱不够了 电话那头传来 嬉嬉嬉嬉嬉 穿衣服的声音 大概 她又在那个女人的床上吧 我的心里很难受 可越是难受 我也就越清醒 我催促着秦远快点打钱 秦远急吼吼道 你让医院先救我妈 前我马上打过来 我没有接她的话 而是转头对空气说 我老公马上就来了 她有钱 你们先救我婆婆 求求你们了 这些话传到秦远的耳朵里 她还以为 情况已经危及到 需要我哭着求人了 她立刻说 别哭了 我马上打钱给你 你先去交钱 好 电话挂断不到半分钟 她就打了十万过来 我盯着账户余额 重重地松了口气 虽然这十万块 远远不够支撑我 抚养孩子长大 但至少能度过眼前的难关 我可以用这笔钱 去租一间房子 彻底跟秦远分开 只是秦远马上就会赶到医院 当她发现我骗了她时 肯定不会让我好过 张白露 一声幕吼 几乎震破耳膜 秦远抓着我的胳膊 大力地将我从病房里面 甩了出来 我重重地摔倒在地 膝盖磕地的声音 听得人心头发颤 可秦远只是黑着脸 神情争宁地 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了 护士听到声响 连忙赶了过来 怎么回事 这里是医院 很多病人都在休息 你们不要大吵大闹 秦远的拳头攥得紧紧的 我想 如果此时不是在医院 如果周围没有外人 她肯定要动手打我了 认识七年 我竟不知道 她的骨子里也有家暴基因 但她也不知道 这一场戏 是我故意设计的 医院里处处有监控 她把我甩出病房的举动 早已被监控拍下 再加上有护士 以及其他病人作证 她家暴我的事 已成事实 等日后 我提出离婚 出轨和家暴这两项罪名 应该可以为我 争取到更多的财产分割 秦远丝毫不知我内心所想 她还在为钱的时生气 马上把钱给我转回来 你天天在家待着 能用什么钱 那你呢 你又把钱用到哪里去了 我的反问令秦远一正 她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出轨的事已经暴露了 我换了个更直接的问法 你是急着把钱拿回去养外面的女人吗 秦远这才露出一丝心虚 但也只是从眼底一闪而视 紧接着她又气急败坏地访问我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外面哪有女人 她不承认没关系 我本来也没想她承认 男人除非在床上被抓到 否则他们总有说辞用来狡辩 我冷冷地看了秦远一眼 转头又可怜巴巴地对着护士哭诉 我好怕 她要是回家 打我怎么办 护士很有正义感 立刻就说要帮我报警 秦远文言更加烦躁 她回头看了眼病房 她妈一点反应没有 倒不是死了 而是我在她的晚饭里 混入了安眠药 老太太本来睡眠就不好 最近依赖上了药物 我悄悄问过医生 增加半片并不会 对她的身体有影响 放心吧 你妈没事 就是吃了安眠药 睡得比较沉 我在想离婚 也不至于这么公然地 谋财害命 秦远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再又骂骂咧咧地离去 护士安慰了我几句 周围的吃瓜群众 也在安慰我 但我好像已经 没那么伤心了 尤其是刚才 秦远为了十万块钱 把我从病房里 扔出来的时候 我就清楚地意识到 在她心里 我什么都不是 为了她妈 为了外面的女人 为了钱 她都可以对我又打又骂 现在走掉 也只是她不想在 大庭广众之下丢脸 回头到了家里 她还是不会放过我 深夜 秦远外面的女人 给我打来电话 前两次的信息 已经够挑衅的了 这次的电话 更是嚣张到令人发指 你以为你把钱骗走 阿远就拿你没办法了 等你回家 她会打断你的腿 是吗 我低笑着反问 他们不知道 我不会回家了 下午的时候 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让她帮我收拾好东西 带着女儿在酒店等我 虽然我妈不知道 我要干什么 但从先前 我和秦远的争吵中 也能大概猜测出一二 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到了酒店后 我告诉我妈 我要去隔壁市闺蜜家 暂住一段时间 我妈惊了 暂住几天还说得过去 暂住一段时间 那你婆婆和阿远怎么办 我没嫁到他们家的时候 他们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 这些年 我辛辛苦苦地伺候他们 没有落得半句好 还给我戴绿帽子 真是可笑 秦远外面有人了 她和她妈的生活 会有别的女人照顾 不用我们操心 啊 我妈更震惊 随即又问了问情况 问完之后 我以为她会跟我同仇敌忾 不成想 她居然劝我挽回秦远的心 你看阿阿还这么小 要是离婚了 她以后就没有爸爸了 多可怜 女人终究是要靠着男人的 以后你身边没个人 妈怎么放心得下 秦远虽然脾气差了点 但是家庭责任感还是有的 你好好跟她说 她会回心转意的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妈 不敢相信这些话 是从她的嘴里说出来的 她是被我爸伤得还不够深吗 还是我弟弟让她享福了 家里的两个男人 让她这一生都在吃苦 她却丝毫没有醒悟的意思 还在我想要挣脱泥潭的时候 试图把我重新拽回去 我感觉自己跟她无法沟通 深吸一口气后 我敷衍了她几句 然后带她下楼 给她打了辆车 送她回家 随即 我连夜坐车去了 闺蜜潘倩所在的隔壁市 当晚 因为到得比较迟了 潘倩也没多问我和秦远的事 只让我带着孩子赶紧休息 结果第二天一早 我还没醒 秦远就打电话来了 张白露 你又死哪里去了 不在医院也不在家里 你出去偷男人了是吧 我走了 简洁明了的三个字 让秦远如当头棒喝 她以为我会跟以前一样 受气忍让 最后继续任她搓圆捏扁 可她不知道 家庭里的琐碎我可以承受 出轨却是我不能让步的底线 婚姻很难 需要两个人不断地磨合 可婚姻里的忠诚一旦变质 那条鸿沟就再也跨不过去了 安安我也带走了 我们先分居两年 两年后 我会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跟你离婚 秦远大怒 你骗了我的钱 现在还敢带走安安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会去哪里吗 张白露 你等着 等我找到你 我打断你的腿 你看 她说的话 跟那个小三说的话 一模一样 他们才是更适合的人 我轻声而讽刺地笑了笑 而后利落地挂断电话 自打我和秦远结婚生子后 和朋友们的联系 确实是越来越少了 唯一时常联系的 只有潘倩 所以秦远知道 会收留我的人 只有潘倩 但她没有立刻过来抓我 而是先给潘倩打了个电话 说她工作很忙 说她妈刚做完手术 在医院里没人照顾 很可怜 说她一心为了家里 我却耍性子 潘倩气得都笑了 你妈没人照顾 你叫外面的女人去照顾啊 你一心为了家里 为的是哪个家呀 秦远 你不要听张白露一面之词 她 你搞搞清楚 我和露露是闺蜜 你算哪根葱 我不信她 难道还信你这个出轨渣男吗 潘倩可比我会骂人多了 秦远被气得够呛 她又威胁潘倩 你要是敢把张白露藏起来 我就去你家闹个底朝天 潘倩 你来呀 谁不来 谁是孙子 秦远还真来了 她之前和我一起来过 潘倩家一趟 所以她找不到我 就真的来了潘倩家 她在潘倩家门口大吵大闹 说潘倩破坏她的家庭 把她老婆藏了起来 潘倩一点也不慌 只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是打给她婆婆的 另一个是打给她老公 秦远大概忘了 潘倩的老公是当地有名的花壁大哥 在遇到潘倩之前 连她父母都骂她是魂不吝 所有亲戚朋友提到她的名字就头疼 可谁也没想到 这花壁大哥是个恋爱脑 遇到潘倩之后 被潘倩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是潘倩说一 她绝不说二 潘倩让她往东 她绝对不往西 有人闹上门找潘倩的麻烦 这花壁大哥能忍 还有潘倩她婆婆 也不是个好惹的主 她对潘倩其实谈不上多喜欢 可谁让这世上只有 潘倩能震得住她儿子呢 要是潘倩跑了 她那魂不吝的儿子又得翻天 所以啊 潘倩的事就是她的事 她一道 立刻就推了秦远一把 凶狠地骂道 你是哪里来的神经病 赶上我们家闹事 我看你是活腻了 秦远目露凶光 表情刚一变得猙獰 潘倩她婆婆 立刻原地坐下撒泼 哎呦喂 没天理了 上门闹事还要打人 我不活了 我不活了呀 她抓着秦远的裤腿 脑门疯狂地往秦远的大腿上撞 她疼不疼不知道 但是秦远很疼 而这时 潘倩老公也赶回来了 只见她撩起袖子 拽着秦远的衣领 就把人给提起来了 冷冷地问 就是你 上我家闹事 还敢打我妈 秦远看了看 她胳膊上的肌肉和纹身 吓得立马认怂 没有没有 我没有打你妈 我就是来找我老婆的 潘倩她老公冷笑一声 那你看 这里有你老婆吗 秦远摇摇头 花壁大哥怒吼道 那还不快给我滚 话音 她将秦远扔到了边上 就像那天在医院 秦远把我从病房里 扔出来一样 秦远狼狈至极 看着周围全都是陌生人 她也不敢再叫嚣 落荒而逃了 潘倩随即拿起手机 笑着问我 怎么样 解气吧 刚才秦远闹事 以及被教训的画面 我都通过视频电话 看到了 是很解气 但我内心更多的情绪 是对潘倩的感激 我刚要张口说谢谢 潘倩又道 矫情的话就不用说了 你还是想想 接下来怎么办吧 秦远不会这么容易 善罢甘休的 她妈需要人伺候 被我骗来的十万她 也会想尽办法拿回去 眼下虽然有潘倩一家 护着我 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不可能永远靠他们 秦远回去之后 又去我家闹了 可我爸也是个家暴狂啊 我弟又是个败家子 除了我妈一辈子被压榨之外 我家的那两个男人 都不是好东西 秦远去了我家 比在潘倩家更惨 我爸和我弟 直接跟他动了手 我爸还扬言说要报警 告秦远把他女儿弄丢了 毕竟在我辞职之前 我家有一半的经济来源 都是从我这里剥削过去的 现在我不见了 我爸还没找秦远的麻烦呢 秦远居然赶上门去闹 这些狗咬狗的事情 都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 我不敢让她知道 我的新号码 是用攀倩的手机打给她的 我妈在电话里长虚短叹 不停地劝我带孩子回去 回去干什么 我冷冷地反问她 回去上班赚钱 给你儿子买房子吗 还是回去让别人笑话我 老公出轨了 我却不敢吭声 又或者是被婆婆欺负了 只能半夜躲起来哭 娘家没有一个人为我出头 那些暗无天际的日子 现在回头想想 竟是那么让人心寒发战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 两久两久 她才哽咽地说出一句 你和安安都要好好的 挂了电话后 潘倩问我 既然你妈也过得这么苦 你怎么不让你妈过来 帮你带孩子 她太心软了 如果带她过来 肯定会泄露我的新住处 到时候 我爸和我弟轮流上门来闹事 秦远也来闹事 那我还过不过日子了 我妈困在她自己的思想里 认为女人就该在家相夫教子 就该承担家务 有了矛盾 忍忍就过去了 她这辈子 大概是走不出来了 攀欠张嘴想说什么 最后也只是叹了口气 我离开之后 秦远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她的小情人一开始想上位 去她妈的病床前伺候了几天 做做样子 可俗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是一个外人 她的小情人伺候了两天 就吃不消了 吵着闹着 让秦远请护工 但请护工要钱啊 秦远想起刚被我骗走的十万块 气得骂她的小情人 你怎么这么没用 这才照顾了两天就哭天喊地 之前张白鹿一边照顾我妈 还要一边带孩子 都没有你这么能叫 那你去把你老婆找回来啊 婚内出轨 还在这里叫叫叫 我看最能叫的人是你 两人大吵了一架 她的小情人赌气走了 秦远后面去找过她 但是对方想要的钱 她给不了 想要的情绪价值 她也给不了 人家凭什么回头跟她和好呢 大多数当小三的人 都不可能上门给人当免费保姆 秦远这时想起了我的好 想起了那些 有我照顾的舒坦日子 可她不知道我的新号码 也不知道我的新住处 她只能去求潘茜 让潘茜转告我 说她知道错了 说她以后会改正 潘茜自然不信她的鬼话 但看我一直沉默着 潘茜怕我信了 就问我 张白鹿 你不会心软 想要回头吧 她的声音突然拔高 把我吓了一跳 手上的铅笔往旁边一歪 差点毁了即将完工的设计图 我好笑地看着她 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你觉得我会回头吗 过去这大半年 我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 其中艰辛 只有我自己清楚 无数个深夜 我的眼泪都曾尽湿枕头 尤其是当孩子学会说话后 学着其他小朋友 喊出爸爸这两个字 又问我爸爸在哪里的时候 我心里那绵绵的痛意 无人知晓 我也曾在某个崩溃的时刻 拿起手机 想要给秦远打电话 但这个念头刚起 我就会想到那个女人发给我的短信 她后来还在社交账号的私信里 给我发过照片 她和秦远睡在一起的床照 我把那张照片打上厚厚的码 然后挂在了社交软件上 秦远看到之后 在私信里对我破口大骂 那么肮脏恶毒的字眼 居然是我的爱人发给我的 她甚至在私信里说 就算两年后 我起诉离婚成功了 孩子的抚养权也争取到了 她后面也是不会给抚养费的 一分都不给 她还问我 一个从小没有爸爸的孩子 你就不怕别人 会用异样的眼神看待她 不怕学校里的人欺负她 最亲近的人 最了解往哪里捅刀子 你才最痛 所以啊 我为什么要回头 为了孩子吗 可我在成为母亲之前 首先是我自己 如果我连自己都做不好 那又如何去成为一个好妈妈呢 安安两周岁的时候 秦远失业了 她开始通过各个社交账号 疯狂地联系我 发一些自认为 发自肺腑的小作文 然后她每联系一个社交账号 我就拉黑一个 甚至直接注销 秦远这时才发现 所谓的婚姻关系 其实也没有那么牢靠 就算身处网络发达的时代 当对方有心想要隐藏 换了住处 换了号码 竟真的可以此生不见 而我为了不泄露自己的信息 过去这一年多 虽然会上网冲浪 却从不敢发照片 我怕万一被秦远看到了照片 她通过某些痕迹会找到我 在我们正式离婚之前 我不想再跟她见面 然而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秦远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 她先是蹲守在攀谦家附近 跟了攀谦整整半个月 终于被她知道了 我住在哪个小区 然后她又在 我住的小区附近蹲守了三天 在我带着安安出门溜达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安安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 再加上年纪小 记忆力没有那么强 面对从天而降 想要抱她的爸爸 她没有任何欣喜 反而觉得害怕 我愣了一下 之后飞快地反应过来 在秦远的指尖碰到安安之前 一把将孩子搂进了怀里 同时 我扯开嗓子喊 救命啊 人贩子抢孩子了 正值饭后散步时间 周围邻居很多 我在这边也住了一年多了 大家对我和安安都很熟悉 听到我这么喊 大家立刻一窝蜂地都围了上来 有两个大爷按住了秦远 另外的人也说要报警处理 秦远大喊道 我是孩子的爸爸 众人一愣 紧接着面面相去 我想反驳 可秦远和安安长得太像了 想到她喊出这句话后 那两个按住她的大爷 就缓缓地放手了 只是幸好 我已经躲在了人群后面 秦远看着四周这么多人 也不敢冲过来抢孩子 她只能声泪俱下地求我原谅 露露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一定努力赚钱养家 绝不会再让你和孩子吃苦了 我冷眼看着她 身上的衣服应该有好些天没换了 皱巴巴不说 还散发着诡异的味道 头发也乱糟糟的 脸色蜡黄 像是好多天没有睡醒了 我猜 应该是这一年多 她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她妈 经历都被耗尽了吧 她肯定无比想念 以前那种一回到家 就有热乎的饭菜 一脱下衣服 就有人洗得潇洒日子 所以啊 她哭着求我 露露 跟我回家吧 安安也在这时小声地问道 妈妈 这是我爸爸吗 我没有否认秦远和安安的关系 但我也没有原谅秦远 如今的我 不仅能自己养孩子 还有自己的工作时 面对秦远的死缠烂打 我很直接地告诉她 要么我们和平离婚 我可以允许你每个月来看安安 要么就法庭上见 一切按照法律来 她可别忘了 当初她在医院家报我的视频 我至今还保存着 以及她的小情人发给我的信息 我也保存着 如今她穷困潦倒 安安的抚养权就别想了 秦远痛苦地看着我 露露 别叫得这么亲切 我冷笑道 会让我恶心 秦远被我的话噎住 好半场都没有吭声 她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我以为是她的小情人打来的 但秦远说 我和那个女人早就分手了 这些电话是催债的 所以你来找我 就是想让我回去帮你还债 不是的 秦远急切地解释 欠的钱我自己会还的 我就是想你和安安了 是吗 我忽然点开了手机上的一段录音 里面传出秦远她妈的声音 你不回来照顾我 阿远怎么安心工作 她不工作哪来的钱 就算你们离婚 安安的抚养费还是要给的吧 所以 露露你快回来 就当是可怜可怜我 也为了安安 你快回来吧 从我认识秦远至今 快要九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秦远她妈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卑微又可笑 听说这个老女人半年前中风了 如今半身不遂地躺在床上 秦远在家的话 还会端一口饭给她吃 否则就只能饿肚子 也不知道秦远在这边的这些天 她是怎么过的 肯定很惨吧 秦远听了录音 脸色大变 因为她妈把她心里最阴暗的那一面 全都说了出来 她找我回去 是想借着爱和团圆的名义 让我继续当她家的免费保姆 等她有时间 有精力重新去上班赚钱 她会再次嫌弃我 然后找别的女人 这样的教训有过一次 还不够我长记性吗 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 秦远 怎么了 我知道你现在很缺钱 如果你答应离婚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点钱 秦远立刻摇头 露露 你别这么想我 我是真心想要跟你和好的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你如果想好了 给我打电话 起身之后 我突然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工作室的收入 你就不要想了 那个工作室是攀欠的 我只是帮她打工 尽管我们心知肚明 我才是工作室真正的主人 可我从逃出来的那一刻 就准备好了要离婚 这一年多时间里 我处处小心翼翼 中间还咨询过律师 我又怎么可能留下把柄 让秦远要挟我呢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秦远终于彻底泄气 但我知道 他还有最后一招 果不其然 隔了两日之后 秦远带着我的父母和弟弟过来了 为了逼我回去 为了能继续剥削压榨我 打过架的他们 突然变得无比团结 我爸用养育之恩压我 我妈用眼泪攻势 而我弟 则在一旁骂我是个白眼狼 只有秦远像个大好人 站在我这边为我说话 安慰我 他们一方唱红脸 一方唱白脸 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悄悄把我弟拉到角落 压着声音说 你真以为 我跟你姐夫回去了 他能让我往家里拿钱 他现在就是利用你们 想把我先逼回去 等我一回去 他肯定会把我身上的钱都拿走 到时候 你们拿不到一分钱 我弟一听拿不到钱 立刻就急了 那怎么办 这样吧 你们先把他赶回去 只要不让他来打扰我和安安 我会定期给爸妈打钱的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我赚的钱给你们 总比给一个外人强 你说呢 这些话正合我弟的心意 他的眼里都亮起了光 而后 他转头对秦远说 你走吧 你都出过轨了 你配不上我姐 秦远一愣 不敢相信自己拉来的盟友 这么快就倒戈了 我爸我妈也有些发懵 但儿子和女婿谁更亲 他们还是分得清的 所以 不管我弟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都会下意识地 先站在我弟这边 秦远当然是不肯走的 然后就和我弟推散了起来 我弟那抱脾气 一言不合 直接开打 最后 他俩双双 被带进了警局 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只要双方愿意 其实是可以和解的 但我让我弟不要和解 因为我要以此要挟秦远 让他立刻同意跟我离婚 当初我让我妈收拾东西的时候 把户口本和结婚证都带上了 只要秦远点头 马上就能去领离婚证 相较于一辈子牵扯不清的血缘关系 跟秦远的夫妻关系 是当下最快能解除的 秦远为了不留案底 也为了我许诺的那一点钱 他终于同意离婚了 当离婚证拿到手的那一刻 我悬了将近两年的心 也终于落地 我给潘倩打电话 告知他这个好消息的同时 又让他把安安送到我的新住处 潘倩一愣 你什么时候搬家的 在秦远第一次来过之后 潘倩 好家伙 你连我都瞒着 是不是怪我上次警惕性太低 泄露了你的地址 当然不是 我搬家是为了庆祝我获得新生 你确定秦远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 还有你爸妈那边呢 我给了我爸妈一笔钱 就当是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 他们暂时不会再来烦我了 以后呢 以后就请潘大小姐来找我的时候 不要被人跟踪 沉默过后 他还是不放心秦远那边 那个烂人 以后要是没钱了 搞不好又会来找你 不会了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呀 找人在秦远回家的路上 把他打了一顿 给他的那点钱 就当是医药费好了 现在的我 有钱有时间 再也不是任人搓圆捏扁的软柿子了 以后他来一次 我就让人打一次 打到他不敢来为止 至于我父母那边 反正他们不知道我的新住处 要找我也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如果愿意跟我相安无事 我就还当他们是父母 要不然 我也可以翻脸不认人 这两年单独带孩子生活在外面 虽然很苦 却也让我看清了很多事 这世上无论是谁 都没有自己靠得住 你只有自己强大了 人生的路才会变得自主